哈喽,宝宝们,欢迎关注肖战 有人说,2022年是仙侠骨头云集的一年 但仙侠101分为四大视频网站 阵容和IP都很不错 在芒果和库里的发布会上 他们就看到了很多经典的爱情傀儡 这不仅仅是因为剧情上的巨大差距 更重要的是,仙侠也是一种可以吸引新人的类型 还有很多公司都会提供最好的资源 比如暑假档,比如卫视的黄金时间 现在看来,202年的夏季 将会是一场真正的巅峰对决 到时候,谁敢在暑假里和他们一较高下 所以,随着古偶和仙侠的普及 他们的地位和资源都会水涨船高 但在这个行业,却没有多少人感兴趣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资源太多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无意中,他看到了德塔文用一种全新的视角 用仙剑奇侠传对玉古瑶进行了分析 他终于明白了玉古瑶为什么会如此强大 之前还很有市场 但现在,仙剑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 而是一种基于算法的分析 从特点、创意、亮点、数据表现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哪怕是不喜欢数据的人 也能看懂玉古瑶的人气和人们对他的期望 最主要的是,观众中年龄最大的群体是30到39岁 44% 从这一点来看 暑假档的观众并不是唯一的 而作为主要创作者 大名也经常出现在这一系列的数据中 而肖战这个主角 就是这一组的主要卖点 德塔文作为提供这份资料的人 也解释了观众们的疑问 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算法 将分数最高的人当成自己的卖点 如果他们的第二个卖点也能达到8分以上 那就太夸张了 因为这太夸张了 放在头条上 很容易被认为是炒作 但肖战的名字 却是很多人都不敢做的事情 但这已经不是肖战第一次了 肖战在番茄台的新年晚会上 为肖战代言 为粉丝们造势 为粉丝们造势 为肖战和魏杰程序了一条命 德塔文给玉古瑶的资料 先见其侠传就是电视剧版 肖战玉古瑶不但在经济景气指数排行榜上 占据了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还占据了榜单的榜首 肖战扮演的时影一角 在这段时间里 人气一直飙升到了97% 当然也有人会给作者上一课 这部戏的成功 不是靠一个演员就能做到的 而是靠着其他演员的感情 这不是废话 我怎么会不懂 我要说的是 我这个作推广的 就是为了蹭热度 我只写了别的演员 也写了别人 关于防暴玉古瑶 很多人都说作者在炒作 甚至有人说作者在炒作 但事实就是如此 一部低成本的IP余生 请多指点在最近播出 在第二天就上了热搜 第二天就上了余生的热搜 所有的评论都是在六集后得出的 而现在 却只有两期了 而且 肖战的演技实在是太差了 肖战的原生台词 被人嘲讽 在故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冒出了一个余生 这让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 肖战作为主角 演技自然是杠杠的 但在表演到一半的时候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太丢人了 因为他故意演得很好 所以肖战的演技还是不错的 关于古瑶的防暴问题 一遍又一遍 最后一遍又一遍 业内的人都说 玉古瑶的故事很枯燥 不是很多 最多也就是三星 这些血带 就像是要宣布自己的王牌战队一样 在获得许可之前 他们所使用的最终治疗方法 都是一模一样的 正如前面所说 肖战的人气本来就很好 再加上电影的点击量超过4亿 在线人数超过180万 这也是他值得骄傲的原因 最终 虽然有许多人对肖战的数据并不满意 但是在这个流量时代 这些冷酷的数据会真实地撕裂所有的遮羞布 玉古瑶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只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 他的力量才会真正地展现出来 不过 天地未明 我们都是一匹黑马 毕竟观众们都很喜欢这种平台上的战斗 肖战主演的玉古瑶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从档期到主演 再到预告片的点击率 各种话题都被吵得沸沸扬扬 更让人惊悚的是 那些故意炒作的关于男主角的话题 竟然还在不断地被炒作 想要将肖战的大量粉丝拖下水 破坏他们的人气 这简直就是一场鬼哭狼嚎的闹剧 还好 经验丰富的肖战粉丝并没有去关注那些引起争议的话题 而是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自己的作品上 可以说 这是肖战在事业停滞了将近一年之后 街拍的第一部电影 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和期待 肖战的古装造型在业内都是数一数二的 而这部剧的女主角 也是一位实力强大的新进女演员 而肖战 更是被称为CPP的全能型人物 她的演技和演技 让她可以和其他的男主角完美地配合 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近日德塔文无法发布玉骨窑的资料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这部剧的特点就是高颜值 高人气 有新鲜 有吸引力的女主角 有试图虐爱的经典剧情 媒体的兴趣 粉丝流量 强情感因素 这部剧的主创是企鹅影视旗下的大IP古装剧 以及肖战的颜值和号召力 是的 这款游戏的主要卖点就是这款游戏的主要卖点 肖战在下面的评论里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他们的数据 大部分都是20到40岁的女人 这并不奇怪 因为他们的年龄和肖战的粉丝群体是一致的 而且这也是他们这个年纪最喜欢的话题 听说这部剧要在夏天上映 里面有很多高质量的IP和高质量的电视剧 都会在同一时间上映 这是一部值得期待的电视剧 不过作为S家的大制作 肖战才是这部电影的主要卖点 光是肖战一个人扛着一架大飞机 就已经让人心疼了 肖战和时影大神官的到来 肯定会有一批新粉丝加入 粉丝们会来参加一场盛大的聚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请各位宝宝们点赞 支持我们肖战的节目 你真的不要去看一看吗 肖战的所有信息都在这个频道里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赶紧订阅吧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肖战的精彩内容了 下次见